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大家好 我是安寧 上集课我们学习了 未语时态只有三 几个假名帮上他 主要学习了动词的t形和他形的变形规律是一样的 特别注意圆形的声调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 日语的三个时态有 一般现在时 现在进行时 他形 和汉语不同的是 第一 一般现在时还表示将来 第二 汉语得勒如果表示动作发生之后还在持续 就要用现在进行时 第三 部分字动词用他形来作为形容词 修饰名词 我们还学习了 动词贴形后面的一 经常省略 口语中有三个著词可以省略 有些单词的口语形式是添加促音 或者是波音 最后学到了一个非常常用的语法点 接在句尾 加强语气 今天我们进入到著词的部分 一共分三节课学习 巧用汉语音和字 注词瞬间变轻松 我们学习第一组 表示主语和宾语的 哇 嘎 窝 哇有三个作用 大主语 强调其他注词 对比 大主语的意思是 与句号前面的大的卫语相呼应 是做大卫语的主体 大主语是不受任何卫语的影响的 无论是什么词性 都可以有大主语 就好像是 大主语是家里的妈妈 大卫语是家里的爸爸 妈妈走在最前面 爸爸跟在最后面 做后盾 中间是他们的孩子 所以小主语或者是宾语 都要由卫语 也就是家里的爸爸来做决定 比如说 爸爸是他动词 那么他的孩子 就是宾语 就要用 窝 爸爸是字动词 小主语 也就是他的孩子 就要用 嘎 而妈妈 不是由爸爸决定的 妈妈和爸爸同时承担家里的事务 首尾呼应 我们举个例子 我想要这个 私はこれが欲しい わ 是大主语 大的谓语 欲しい 是形容词 前面的小主语就用了が 欲しい 的意思是想要 希望得到 ほ 是火 し 是像 い 是形容词的标志 欲しい 欲火焚身 隐身为欲望 想要 欲しい 欲しい 私はこれが欲し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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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わ 表示强调其他柱子 到最近的车站怎么走 最寄りの駅にはどうやって行きますか 最寄り的意思是最近的 よ 是优来优去的优 より 是靠近 前面的も 是猛 表示最 最寄り的意思是最靠近 也就是距离最近 最寄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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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寄りの駅には 最寄りの駅には 是由文语去的意思决定 表示方向 强调方向に 最寄りの駅には 最寄りの駅には どうやって行きますか 最寄りの駅には どうやって行きますか 最寄りの駅には どうやって行きますか うどんどんつやる的他心 是 やった 意思是 干得好 成功了 途上的横線 就是我们学过的 片家名时候的常音 这里虽然不是片家名 为了表示常音和图片的 效果而使用的 や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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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过 わがを 在口语当中可以省略 特别要注意的是 わがを 是被替换形的柱词 其他的柱词 叫做后加形的柱词 因为这三个柱词 分别有多重的意思 所以最重要的是 被替换 还有就是 在口语当中 被省略的时候 必须是 わ是大主语 が是小主语 わ是把 而其他 而其他的意思的时候 就不能够被替换 和被省略 那想强调小主语的 が和 冰语的 我的时候 就要把它们 替换作 强调的意思的 わ 比方说 我会弹钢琴 ピアノができる できる 是自动词 所以前面用了小主语 が 小主语和冰语 在汉语里 都是做冰语 因为要强调钢琴 同时 が是被替换形的柱词 所以就把が 换成了 わ 就变成了 钢琴 我会 强调 会弹钢琴 意味着 其他的不会 ピアノはでき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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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ピアノ 是英语的钢琴 下一个句子是 这个 我自己决定 强调这个 这件事 由我来决定 其他的 我不做决定 これは自分で決める 決める 是他动词 按照准则 前面要用 注词我 自己 叫做 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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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注词で 接下来我们会学到 在这里表示 程度 或者状态 自己这个词的后面 一般要加注词で 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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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める 是他动词 一段动词 P 是金属的 金 金 结尾的 メル 在古代都是 ム 表示 うん 用力 決める 是金属用力 金属表示刀 就是用力切 引申为决定 自己决定这个 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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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要强调这个 同时 我 是被替换型的 注词 所以就把 我 换成了 我 还把位置 提到了 巨手 就变成了 这个 我自己决定 也没置于 其他的不做决定 我还表示对比 喜欢吃鱼 不喜欢吃肉 好き和苦手都是形容动词 前面应该用小主语 但是因为表示对比 就要把小主语的 换成哇 魚 是菜的迅读 下酒菜就是鱼 日本四周领海 比起肉类 鱼类更是膳食的主要部分 魚 就是撒开 潇洒开来 比喝酒的时候的感觉 就是酒 平时多用 日本有隐形叫做菜菜子 就是nanako 我个人认为 人名不能完全用对方的语言的发音来读 汉语里边的汉字 字表示意思 发音也有自己特殊的意思 比如 安宁 田野 阳光 未来 也有的名字让人听起来就会有其他的联想 比方说陶这个姓 起名字叫做陶野 陶沙 但是如果单名起了奋斗的份 连起来就让人误会了 可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就有叫这个名字的 日语的名字更是这样 我最好的朋友的儿子让我教他汉语 我只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教他的名字 用汉语怎么念 但是我又特别害怕伤孩子的自尊心 就告诉他 你用日语说自己的名字就行 其他的都用汉语 因为他姓村野 叫做健康的人的贱人 所以我想 无论是汉语的名字 发成了日语 还是日语的名字 用汉语来读 还是要多加小心 不说全名 只说姓氏 最安全 我们说说 魚は好きだけど 肉は苦手です 苦手 意思是不擅长 或者是婉转的说不喜欢 汉字是苦手 だけど的だ 是接在名词和形容动词之后的是 けど 是表示转折的虽然 だけど 在这个句子当中 起到了连接的作用 不一定非要把转折翻译出来 什么叫做对比呢 就是一对再比 所以要用两个以上的 食物才行 魚は好きだけど 肉は苦手です 魚は好きだけど 肉は苦手です 我们学一个单词 叫做苦的 味道苦的 にがい に 是泥土的泥 が 在造词法里 只有一个意思 就是状态 い 是形容字的标志 泥的状态 形容喝中草药的时候 这个药汤 像泥一样苦 味道苦的 にが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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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图 指苦瓜的味道 着实很苦 しっかりにがい しっかり 是拟太词 也是副词 し 是着实的 食 か 是添加的家 意思是 結实 踏实 扎实 尖实 着实 像しっかり这样 四个假名的 第二个假名是粗音 第四个假名是 り的单词 都是拟太词 り 是成立的 り しっか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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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っかりにがい しっかりにがい 苦瓜 是冲绳的特产 下面 学习 が が 有两个意思 强调大主语 第二个意思是我们熟悉的小主语 かりが先生 ではなくて かのじょが 先生 です 他 不是老师 他是老师 かれ 是男的 的他 かのじょ 是女的 的他 か行 里边的最后一个假名是 こ 漢字是 子 对照的 第一个假名 是か 就是 彼 彼此彼此 me 是种类的 れ かのじょ 这个か 是 比 の 是接在名词和名词之间的注词 じょ 是女的 音读 が 在强调大主语的时候 把表示强调大主语的注词 は 换成が かりが先生 ではなくて かのじょが先生 です ではなくて 是表示 不是 ではない 中断的提醒 かりが先生 ではなくて 彼女が先生 です かりが先生 ではなくて 彼女が先生 です かりが先生 ではなくて 彼女が先生 です か 第二个意思是 或者说是 作用是 接在 自动词 形容词 形容动词 可能行 被动式的前面 表示小主语 明日は天気がいいみたい 好像明天天天气很好 明日は 是大主语 因为 意义是形容词 所以前面用了小主语的 が 天気が 就是小主语 ミタイ的 ミ 是ミル 看 タイ 是 太像什么了 的タイ ミタイ 看上去 太像什么了 引申为 好像 ミタイ 是形容动词 不是形容词 因为 一 不是独立的一 是タイ 是一个词 用法是 接在 任何词的 后面 静体 是后面加上 です 明日は天気がいいみ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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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す 下面 学習 wo wo 接在 他动词 和 是一体的前面 表示 把 接在部分的 字动词的前面 表示移动 为什么表示移动呢 是因为wo的 起源汉字 是远近的远 远近 就是移动 买来了 新上市的啤酒 买 是他动词 前面用字 新発売のビール を買ってきました 新発売 是新上市 新発売の 新発売のビール 我妈带着我弟去日本的时候 是八十年代 十八十年代 那个时候 他特别小 也不会日语 就直接给他放到了日本的学校里 因为年龄小 学外语非常快 按照心理学的说法 人在十八岁以前 学外语 都是非常快的 所以他在日本三十多年 汉语表达能力 就相对差了很多 后来有人问他 说你刚到日本的时候 学会的第一个单词是什么呢 他就说是新発売 因为每天电视里出现最多的单词 就是新発売 新発売のビールを買ってきました 在日本坐公交车 有时候会问 这趟公交车通过车站前面吗 这趟公交车在车站前面停吗 このバスは駅前を通りますか 通る 是自动词 五端动词 通 是通 通的 通的音读 加上动词的结尾 る 意思是通 通过 通行 根据自动词的意思 而不是词性 来去表示移动 所以前面用了表示移动的 注词 我 我 在这里是不能省略的 駅前 是电车站或者是地铁站出来的地方 このバスは駅前を通りま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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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学习 の 一句话 の 与名词有关 の 代替名词 也就是名词化 学日语 很开心 日本語を習うのが楽しい 因为形容词 楽しい的前面 需要加隔注词 が 所以が的前面 需要加名词 而 ならう 是动词 所以在 动词和隔注词的中间 需要一个连接 就是名词 添加哪一个名词 如果不需要具体说的时候 就要用注词が 日本語を習うのが楽し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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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の 的第二个意思是 接在名词和名词之间 表示 大语号 等号 加号 三个作用 我们在一句话里 就能看得出来 这三个意思 我是这个公司的会计集田 私はこの会社の経理の 吉田です この会社的の 是把名词 这 和名词 公司 连接在一起的 注词 起到了 加号的作用 会社の経理 公司的会计 公司里的会计 公司大语会计 会计所属于公司 の の 起到了大语号的作用 の きりの吉田 きり 和吉田 是同一个人 会计 就是吉田 吉田 就是会计 の 起到了等号的作用 の 既可以代替名词 也是 名词 连接名词 所以说 の 跟名词 有关 経理 意思是会计 経理 経理 私はこの会社の 経理の吉田です 我们学习下一组 表示 地点的柱词 に え で 地指的是范围 表示面 面和点 不是一个概念 日语的表达 要更加的细致 地点 既表示地 也表示点 也就是 既表示面 也表示点 首先に 就是 把手指出去 指出来的是 方向 对象 目的 目标 に 表示方向 明天将要回中国 明天将要回中国 明天中国に帰ります 明天 下是副词 也是名词 意思是明天 かえる 是自动词 五段动词 か是家 引申为同一个翻译的 回家的家 也 前面的 前面的 不是从词性 自动词来决定的 是通过 带 回来 回去的意思 来做决定的 所以就用了表示方向的 に 明天中国に帰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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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に 表示对象 跟父母商量 親に相談します おや お 表示礼貌的欲 引申为大 や 是屋子的 屋的迅读 や 是屋言的 言的反应 有屋言的东西 就是屋子 就是家 我呀 大家 大家 就是尊上 就是父母 所当 是 相谈 就是名词 它是商量 像这样的 有动作的意思的 音读的名字 商量 在日语里面是名词 但是在汉语里面 也表示动作 也是动词 而且还是音读 像这类词的后面 加上 する 净体式します 变成动词 这样的动词 叫做 撒动词 撒动词和撒变动词 指的都是する 撒动词 指的是一个 带有する的动词 撒变动词 指的是在 变形的范畴里 给する的变形 起了一个名字 也就是说 撒动词 是一个动词 像 扫除 学习 工作 商量等等 带有 する的动词 撒变动词 就是する 但是不是说的 する的意思 或者说是 用法等等 说的是变形 親に相当します 的 に 就翻译成了 跟 親に相当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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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に表示目的 我去接朋友 我去接朋友 然后还回来 友達を迎えに行ってきます 友達 意思是朋友 朋友们 托 是统和的 统 引申为 和 摸 是蒙烈的 蒙 表示添加 翻译成 也 tomo 和 也 表示一起 一样 也就是朋友 后面的 dachi 他 是多 其 是齐全的 其 多 其 意思是 我们的门 tomo dachi 的 dachi 是酌化 mukai 是 mukairu 的 連用型 連用型 也表示名字 mukairu 他动词 一段动词 mu 是 眉目的 mu ka 是 家 e 是 哀着的 哀 lu 是动词 眼睛哀着 就是眼睛朝向 朝向 引身为迎接 mukairu 的声调 是 零 いってきます 用 去了 以后 还回来 表达去 和我们学过的 来到某处还没有离开的 这种用现在进行式来表达 来到了 同样都是日语当中的 一语双关 去干什么 去迎接 迎接 就是表示 去的目的 用住词に 隔住词に 前面要用名词 如果是动词 就要变成 联用型 联用型也是名词 友達を迎えに 行ってきま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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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に 表示目标 朝着合格加油 合格に向かって がんばります 向かう 声调是零 自动词 五端动词 む 是眉目的目 か是加 无表示状态 眼睛添加到什么上 就是朝向 根据意思 前面用了 表示方向的 注词に に 向かって 意思是朝向 がんばる 自动词 五端动词 がんば がんば 引身为加油 两个动词 并列在一起 前面的动词 变成中盾的定心 合格に向かって がんばります 合格に 向かって がんばります 合格に向かって がんばります 合格に向かって がんばります に 的語语是 え 从え的字形 写法 就能够看得出来 方向在下降 表示方向 え 作为注词的时候 的读音是 え 作为 单词的时候 的读音是 へ 这个跟 わ一样 わ 作为注词的时候 读音是 わ 作为单词的时候 读音是 は 因为是 古语 日语音 日语是通过 语气的 语 也就是 使用词汇 来表达语气 所以学好日语词汇的语气 非常重要 え 和 都翻译成 过去我教汉语的时候 日本的学生问我 网 顶 向 朝 对 冲 跟 都有什么区别 真的是把我问住了 我在那个时候才知道 世界上最容易说的是母语 最难教的也是母语 どこへ行きま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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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这张照片上的 意思是 客人们收 或者 翻译成给客人们的制词 信函等等 表示对象 翻译成给 收 等等 一般写信的时候用 接在人称的后面来表示尊敬 下面我们学习的 注词意思最多 一共有七个意思 这个注词就是 て て的古语是 にて に表示方向 て是手 也就是 整个手掌伸出去 表示的是面 に 是手指出去 表示点 て的意思是 在某地做某事 交通 方法 范围 程度 状态 原因 て的第一个意思是 在某地 做某事 これは学校で教わりました 这是在学校学的 这是在学校里受教的 おそわる 声调是零 他动词 五端动词 意思是 受教 おそわる おそわる 教える 是一组动词 教える 是教 教わる 是 受教 教 教える 声调是零 他动词 一段动词 お是お 是我 し是知道的知 え 是爱 表示方向 る 是动词的后缀 把我知道的 给别人 就是 教和告诉 教える 教える 教わる 教わる これは学校で教わり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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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 表示交通 骑自行车回去的 骑自行车回来的 自転車で帰り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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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 表示方法 で的轻音是手 用手做就是方法 日本語で何と言いますか? 用日语怎么说? 在日语里面叫做什么? 何 是何的另一种发音 根据单词用不同的发音 有的时候就要用何 有的时候就要用何 と 起到的是引号的作用 我们在第八课里面学过 意误 他动词 五端动词 意识言 物表示状态 意思是说 日本語で何と言いま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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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 表示范围 请在公共场所不要打手机 公共の場では 携帯電話の通話をご遠慮ください 携帯電話 是手机 遠慮 是鍵外 ご遠慮ください 是一种礼貌的说法 意思是 请鍵外 也是没请募 公共の場では 的で 是在 は 强调了で 公共の場で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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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携帯電話 携帯電話 携帯電話の通話 意思是 手机的通話 就是打手机 携帯電話の通話 携帯電話の通話を 携帯電話の通話を ご遠慮ください ご遠慮ください 如果看到 ご遠慮ください 或者聽到 ご遠慮ください 就是告訴我們 不要做什麼 公共の場では 携帯電話の通話を ご遠慮ください 公共の場では 携帯電話の通話を ご遠慮ください で 表示程度 3日で覚えられる 用三天能記住 3日 片假名的 み就好像是 三点水 意思是三 拙音表示加重 か 是火 和日的迅度 意思是 三日 三天 3日 3日 覚えられる 是 覚える的 可能性 覚える 声调是零 他動詞 一段動詞 お 是欲 ぼ 是博士的博 え 是愛 る 是常 愛著博大 就是博學 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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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 覚える 覚える 覚えら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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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進體是 覚えられます 覚えられます 可能性 是一段動詞 記住 辨過一次性的動詞 都是一段動詞 三日 で覚えられる 虽然翻譯成 用三天 但是 で 不是方法 是範围 在三天的範围里 能記住 三日 で覚えられる 三日 で 覚えられる 三日 で覚えられる 三日 で覚えられる で 表示状態 這樣行嗎 これでいいですか で 在這個句子里面 翻譯成了 樣子的樣 これ これ 是這 で 是樣 これで 這樣 これでいいですか これで いいですか これで いいですか これで いいですか で 表示原因 因為感冒 休息了 因為感冒 請假了 風で 休みました 休む 声调 是 自動詞 同時也是他動詞 五段動詞 や 是小 酥 是絲毫的 酥 表示清 む 是悶 小 清 悶 就是休息 還有請假的意思 風で で 翻譯成了 因為 風で休みました 風で休みました 因為感冒 請假 没去上課 没去上班 風で学校を休みました 表示請假的時候 在休む的前面 用住字 風で学校を休みました 風で 学校を休みました 風で学校を休みました 風で会社を休み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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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題是 会社は家から遠いですか から か 是回家的家 表示起点 ら 是ら 从起点 拉動 引身 因為從 会社は家から遠い 会社は家から遠い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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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より 是から的古語 翻譯成来字 摘字 比方说 写信的落款 要写写信人 或发信人 就要写 来自某某 来自内野 うちのより より的よ 是晃有的よ り是成立的り 表示晃动 引申为 从 写信的时候 给谁 就要用 え 谁写 就要用 より 表示终点的 まで 意思是道 我们去商店 饭馆 如果问 营业到几点 几点关门 就要说 えいぎょうはなんじまでですか なんじ 是几点 まで 是慢点 有时候 写汉字 期今 为止的 期 えいぎょう えいぎょう えいぎょうは なんじまで なんじまでですか えいぎょう えいぎょうはなんじまで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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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组学习表示添加和重复的 も も 和と も 起源于汉字 も も 意思是 也 连 都 第二个意思是 强调数量多 も 表示 也 年 年 都 的时候 比方说 我也是中国人 わたしも中国人です 大竹云 わ 就 被替換成了 も 私も中国人です 図面上的 私もできる 意思是 我也会 我也能 我也能行 わたしもでき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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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 的第二个意思是 强调数量多 他去德国好几年了 这个好几年的好 就是强调 日语用著词 も 彼はドイツに 何年も 言っています ドイツ 德国 何年 几年 も 接在数量词 和疑问词的后面 来表示强调 言っています 用现在进行时 表示去了以后 动作的持续 现在还在德国 还没回来 彼はドイツに 何年も 言っていま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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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トー的起源汉字是 統一的統 統合的統 意思是 和 还有引号的作用 引号就是 通通的括起来 トー表示和 点餐的时候说 我要 四身定食和茶 サシミテイショク とお教ください 就是 请给我 四身定食和茶 一般是日本茶 他还起到了引号的作用 コレは日本語でなんという花ですか 这个花 这个花在日语里叫什么名字 日本語で的で 表示方法 翻译成用 なんと なんと 叫什么 と表示引号 ゆ 言 就是说和叫 在 在 在 油的这个搭配里边 有时候不写 汉字 不写 これは日本語でなんという花ですか なんという花ですか なんという花ですか 日本語でなんという花ですか これは日本語でなんという花ですか 日本被称为是世界上非常热爱鲜花的国家之一 每年都出花的日历 告诉大家 何时何地 开什么鲜花 每年的八九月份 北海道 富良野的花园 借助山坡的优势 种植一片一片的 各种各样的鲜花开放 蓝天白云 鲜花盛开 阳光灿烂 这两张照片都是富良野的大自然 在这里可以充分享受大自然的美丽 这节课的最后一个著词是 カ カ的起源汉字是何时何地的何的音读 表示疑问和不确定 カ表示疑问 懂吗 明白吗 分かりますか 分かる 声调是二 字动词 五端动词 わ是往来的往 か是开 る是常 意思是分开 以身为分辨 明白 知道 分かる 分かる 分かりま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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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还表示不确定 尤其是在疑问词的后面 表示不确定 比方说 有人吗 誰かいますか 回答是 はい 或者是 誰かいますか 誰かいますか 如果说 有谁呀 谁在呀 回答的时候 要说具体的人 就不能用 不确定的 可 就要说 誰がいますか 喝点什么吗 如果说 喝什么 就要说 去哪儿吗 也就是说 提一个建议 不一定去哪儿 也就是说去 还是不去啊 どこかに行く どこかに行く 去哪儿 どこに行く どこに行く 离开的时候 我说 什么时候 还会来啊 いつかまた来 いつかまた来 那问对方 什么时候再来 就要说 いつまた来 いつまた来 日语的注词比较多 可以在参照我写的 日语法新思维的第二章 注词的部分 知识点多 希望大家重复收听 祝大家学习愉快 下次再见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さようなら